嗨 大家好 我是妮露 今天呢 就是看我後面這裡 就是我們來到了 北投的水美溫泉會館 然後我今天是跟斯文來的 那我們就是突然有一天開會的時候 突然想說要不要去北投泡溫泉 去拍溫泉嗎 我又不是什麼開房間型youtuber 我又想看你 你說泡溫泉嗎 那就只好來了 所以今天就來泡溫泉給大家看 今天還有一個算是挑戰嗎 就是10月22到10月26的時候 其實北投有一個溫泉季 大家可以穿浴衣然後到處去北投逛 然後有各種活動 但是呢今天是10月30號吧 總之已經過很多天了 已經沒有那件事情了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穿上浴衣 然後去跟他一些夜景拍拍照 這樣互動一下 然後非常之羞恥 因為台灣人不會有人穿浴衣的 我是在工作可以了 洗腦自己換衣服啦 真的要這樣做嗎 不要 登登 就現在頭髮弄捲捲了嘛 你要用這種浴衣造型的頭髮先上捲會比較好造型 然後我有帶這個 所以其實綁一個馬尾就很簡單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肯定是要稍微再微做點造型 但是誒說實話我其實還蠻不會幫自己綁東西 我比較會幫別人弄 還可以 我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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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 慘了不是有張日本的 好痛喔 好痛 我今天準備了一件外條 是這種 長風衣 有沒有感覺就是 合理一些 好像還是蠻怪 而且像中文怪的 可惡 好啦就直接穿出去 好丟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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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就在這裡面就好了嗎 不行啊 出去嗎 好丟臉喔 你說服我啊 我覺得出去也蠻不錯的啊 就是 大家還只會以為你是宣傳的人 你知道 我在摟了 為什麼摟了 嗨 會不會給人都沒鎖不到 對 其實我們剛剛都沒鎖了 不想面對現實 熟了 我們就在 這裡很日式的 你看看這個石頭的日式啊 就在這裡就好了 有人來喝嗎 有人來喝 有人來喝 唉唷 要回去 我要回家 你都穿成這樣子了 你要不要回去 什麼意思 好丟臉喔 不會啦 這輩子沒有這麼丟臉 我跟你講 只要出了這個溫泉會館就好了 就沒有人認識我們了 然後外面的人都會以為是 你是北投區找來的行銷小精靈 在摟拍嗎 摟拍嗎 求你嗎 摟拍 我會暖喔 滿舒服的耶 好就是我當初去日本的 然後是跟一群女生 然後我們就三個人就是 一起去日本 東京 然後那個時候呢 因為 我很不喜歡 然後規劃行程 所以我去的地方 那是我自己去過的 然後就一人負責規劃一天 我規劃的那一天 就我跟大家說 大概可以去哪邊之後 就每個人 規劃詳細路線 那我規劃的那天是迪士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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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太美成績了 我們搭公車 然後到那個溫泉的那個 那個大江戶溫泉的那個 那個大江戶溫泉 很有名 然後建議大家一定要去日本 跑在台場那邊 他先你一進去 你就會發現 先是一個 大家戶時期的世界 然後很多很可愛才談 反正那裡的人 你只能穿浴衣 那他有發浴衣 你只能穿浴衣進去 然後有很多各種不同的活動 然後接下來就是 有大眾浴室 然後有個人貪污 然後我們就是 泡大眾浴室 那時候他就會發一個手籃給你 然後你可以去 就是你花錢的時候 用一個什麼滴滴這樣子 大眾浴室就是 第一次在同學面前選擇 對耶 對還蠻緊張的 但是很赤裸嗎 因為你什麼都不能穿 你內褲什麼都不能穿 大家穿脫好衣服 大家一開始就是毛巾 大毛巾包巾 那其實大毛巾是不能放進的 我覺得 台湾巾 對你只能放小毛巾 最好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先嚇到了 因為我發現 因為很多日本老太太 我覺得特別像男生的肥 然後總共是走錯的 卻很胖 他想說不可能 就是自己下邏輯 反正就是看到同學邏輯 就是每個人身體長得多 真的很不一樣 就是每一個人都看很不一樣 你第一次被同性 有人看到邏輯是什麼感覺 可是我讀女生的時候 大家就是會邏輯衝照 所以你跟我沒什麼差別啊 你跟我還好 有差還是我 其實老實講是還好耶 在同性前面還可以 我一開始會很怕 因為我不想人家拼我的身材 其實我不想把身體的部分都 可是沒有了 不然每次逼你身材吧 所以我就是 就想很多啊 所以我一開始真的很慢 糾結 如何 泡完湯 好熱好舒服喔 好放鬆喔 很多人都喜歡按摩對不對 喜歡泡湯比按摩更讓我放鬆 放鬆到痘痘都放鬆 前面呢就是那個北投很有名 大家要去那裡洗手的溫泉水 還蠻美的 晚上的時候 是熱的 喔是溫泉水吧 是燙的 好溫暖喔 超熱 超熱 看不出來啦 真的是熱的欸 它是溫泉水 它就是跟我剛剛泡的溫泉一樣 還蠻寧靜安靜 就是真的還蠻安靜的 然後漂漂亮亮 然後沒什麼人還蠻不舒服的 假裝拍片的是男朋友 欸什麼意思 可愛 愛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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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車應該跟男朋友講的吧 早安 早安 聽聽的look 欸 耶 耶 笑笑 我笑笑 後面的阿伯在過子房 笑一下 那我們就先去吃晚餐吧 好拜拜 拜拜 現在的大沐 因為今天就是泡溫泉日本嘛 然後現在就來吃日本料 大沐是我非常非常熱愛的日本料 然後每次都點木河烏龍麵 一定要吃它的木河烏龍麵 因為極好吃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就之前UBER一起到我家鹽酥雞 今天就特別到UBER來 然後我每次都會點蒼圓 然後玉米筍 玉米筍筍好吃一定要吃 這是斯文藥的飲食卷 無故鹽酥雞 嗯 跟另外一包 糯米腸 然後每個都超好吃 隨一般的好吃 走吧